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Miss Orange 我是你们的Mama Orange Kate 我是你们的Mega Orange Abby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画吧 可是你今天为啥带了个头套 它是个熊猫 让你管 大家好 今天我们画的是 熊猫 今天画的是你吗 Abby 喵 你是猫熊吗 我今天是抹了粉的 没求 好 我已经以迅雷不给眼耳之素 画完了熊猫的头和圆圆的肚子 你画那么快干嘛 我们的小朋友能跟上吗 大家快来看 Abby 画的哦 今天你们的Kate老师吃汤吃多了 比较兴奋 你才没有你 就喝了两个河乐而已啊 我今天画的是一个 长着胖胖的肚子的一个小胖堆 我特别喜欢小胖堆 特别可爱 是呢 我觉得你这个可可爱了 今天我画的也是一个超级萌的熊猫宝宝 它刚把了根竹子可开心了呢 大家不要忘了画我们熊猫可爱的黑眼圈哦 要是没有黑眼圈 我叫熊猫的烟熏状呢 有一天熊猫宝宝过生日了 然后熊猫妈妈就说 哎 宝宝过去跟小斑马照照相啊 熊猫说 不 你不是说 纹身的都是黑社会吗 哎 这时候斑马妈妈对斑马说 快过去跟小熊猫照照相呀 小斑马说 不 你不是说戴墨镜的都是流氓吗 今天我们用的是油画棒 我已经起好稿了 准备开始上色了 我先用白色油画棒 把小胖脸 它白色部分先铺个粉 所以画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油画棒 点点点点点点 表现出那个小熊猫 它那个毛发短短的 毛茸茸的样子 大家注意 画的时候 小点点笔触 要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不要乱点哦 嗯 对 没错 你有听过熊猫叫吗 我给大家放一下 大家注意听哦 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呀 我一开始上色的方式 和Kate老师略有不同 我们的熊猫宝宝 虽然身体的颜色是黑色和白色组合的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 尽量不要单一的只涂黑色和白色 我就在熊猫宝宝白色脸的阴影部分 加入了丰富的色彩 让整个脸部看着没那么单调 更有立体感 我已经把熊猫的白色主调子铺好了 然后呢 我就在毛发阴影的部分 上了各种各样的冷调子 再然后呢 在白色受光的部分呢 就添加了一些蛋黄呀 淡粉红啊等等 这些淡淡的暖调子 来作为受光部分的色调 大家注意看Ibi老师这里 要开始画熊猫的眼睛了 我上来就用了黑色 我们都知道 用油花棒的时候 会掉很多很多的小屑屑 特别是用了黑色油花棒 掉的那些黑色小屑屑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蹭到画面上 特别是白色绒毛的部分 不然我们的小熊猫 就变成花脸猫了 对一个月没洗澡的样子 熊猫本来也不能经常洗澡的Kate 好 大家看到我的熊猫 手手脚脚的地方 黑色部分也不完全是黑的哟 我还加了一点蓝色在里面 深深的蓝色和我的黑色混合着用 耶 Abi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那些熊猫 它都是黄黄的脏脏的 为什么呀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它爸他妈不爱给它洗澡 因为它们太滚泥潭了 对它们特别喜欢打滚 然后呢也喜欢沾到各种各样的泥土 但是呢熊猫是不习惯泡澡的你知道吗 也不能强行让它下水池 那给它洗澡的人又不能太多 人多了它会很紧张 然后会产生一种攻击性 所以呢 在有熊猫的养殖基地 一般都是有水池的 然后它们洗澡是不定时的 而且一般呢都是洗下半身的 只是洗下半身呀 所以你会看到上半身都是黄黄的原因 就是这样了 你知道吗Kate 我们刚出生的熊猫宝宝 体重只有一百克左右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色和白色 是肉粉色的特别可爱 最小的熊猫宝宝体重只有五十一克 是一个橘子差不多的重量 所以熊猫是幼崽与妈妈体重悬殊最大的动物 它们小时候除了母乳 也会喝人工调制的奶 长大的熊猫喜欢吃竹子 但是也会吃一些窝窝头 苹果呀 这些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 是不是和大家想的有些不一样咧 跟我想的一样呀 我不知道它是窝头咧 熊猫画好了之后 我们就给它加一些吃的竹子吧 哇你的熊猫头上又长了一片小竹子呢 它头上长草不是竹子 哈哈哈 诶 Kate 你猜大熊猫一天吃多少竹子呀 听说它食量很大 是的 大熊猫貌似一天要吃二十千克的竹子呢 哇 但我知道它好像上厕所也上的蛮多的 我也是看资料才知道的 大熊猫的消化系统 其实是不适合消化竹子的 它每天吃那么多竹子 但真正吸收的也只是竹子里的淀粉而已 啊好神奇啊 它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北京烤鸭嘛 烤鸭就不必了 换完了 我打算给它加一个印章 我写的是Miss Orange的印章 我本来刚才也想写Miss Orange 结果你写了 我又不想跟你一样 我只能画了个O 不能在上面加两个眼睛 好吵 很不坏 这就是我们今天画的熊猫 嘿完成啦 是熊猫宝宝 对熊猫宝宝 喜欢就订阅我们吧